黄飞鸿是清末名初的著名武术家,也是一位玄壶济世的中医。 从1949年起,逐渐成为荧幕上的经典形象。 影片中,关芝林扮演的十三姨,原型人物就是黄飞鸿第四任妻子莫贵兰。 莫贵兰没有留过学,不高挑也不怎么漂亮,打架,瞧病,五狮子样样在行。 现实生活中,黄飞鸿是一个很不幸的人。 三任妻子接连去世,就连她自己也认为,她有客妻的命。 尽管很想续闲,可是没有女人敢嫁给她。 19岁的莫贵兰不怕,她欣赏这位武术大家。 在别人惊悚的眼神中,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飞夜扑火。 在广东省佛山市的闹市区,通往祖庙风景区的北面。 有一座仿青古剑,这里是黄飞鸿纪念馆。 这座纪念馆,主要用图片介绍了这位武术大家的生平。 黄飞鸿一向的旁边,陈列着一张双手挥舞着子母刀的短发女子的照。 这个瘦小的女儿家,短发妻儿。 英姿萨爽,透着很大的正气,她就是黄飞鸿的第四任妻子莫贵兰。 黄飞鸿六十岁那年,在梅花庄上遇到了莫贵兰。 那天,她在宝芝林门前,给人们表演舞狮子。 兴致高时,一只鞋子不慎脱落。 飞向人群,不偏不倚砸中了看台下的莫贵兰。 少女莫贵兰很生气,拨开人群,跳上梅花庄,一巴掌裹在黄飞鸿脸上。 即便这样,黄飞鸿在事后仍然前往莫家,既赔礼又道歉,就这样,她俩相识了。 莫贵兰一八九一年出生在广东高耀,从小在珠江边上长大。 她没有读过私塾,也不识几个大字,又年跟着伯父学习莫家全和中医知识。 十六岁时,成为职业的爹打医师,和父亲在省城开了家中医诊所。 她的性格很刚烈,像个男孩子,打架,瞧病,舞狮子样样在行。 与黄飞鸿相识不久,她果断地嫁给黄飞鸿,成为宝之灵的女主人。 莫贵兰嫁给黄飞鸿,没有生儿育女,专心学习红拳。 几年之后,她成为一名教头,协助丈夫传授弟子祭祭。 跟着黄飞鸿,她还学会了舞狮子。 虽然瘦小,可她力量很大。 在舞狮过程中,根本不需要转手回气,还掌握了狮子吐球的绝技。 有一回,黄飞鸿在省城舞台上,应邀给人们表演国术。 忽然,来了一波军人,他们的头上扎红布,人称红头军。 这伙红头军,纪律废弛,形象很差,动辄抢夺老百姓财物。 有个军人偷偷溜进后台,看见一个穿金带银的黄奸语卷在休息。 又见四下无人,于是上前调戏。 调戏不成,拳打脚踢,抢夺身上的金银首饰。 恰巧,墨桂兰回到了后台,她立即大喝,助手。 那个红头军舰是个女流之辈,抓起刀剑架上的一根木棍劈头打来。 她看准来是,一拿一抓。 把木棍夺了过来,又顺势朝那军人当头打去,那人历史鲜血直流。 墨桂兰不依不饶,把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,从后台打到了大街上。 街头看热闹的老百姓很多,那群红头军也围了上来,生气地追问情犹。 墨桂兰满面木火,先用手指着为首的军头的鼻子。 大骂,兵是你们,贼也是你们。 她又用脚踩着已经倒地的坏家伙,对众人说。 这人是我打低,这无赖抢夺我们东西。 墨桂兰气势骇人,围观群众声援,这群红头军吃了个哑巴亏。 次日,省城报纸刊出墨交头痛成抢匪,大快忍心。 晚年黄飞鸿,连遭两次重大的打击。 先是次子与人比武,遭到暗算,英年早逝。 时间不长,旧军队在镇压商团的战争中,保之灵医馆被一场大火烧掉了。 1925年4月17日,抑郁成吉的武学宗师黄飞鸿,忽然病逝于广东省城的一家医院。 这一年,墨桂兰只有34岁,他与黄飞鸿俩人共同生活了大约15年的时间。 墨桂兰在黄飞鸿去世以后,打抱不平的秉性依然没变。 有一回,他出门去买菜,见到四个大汉欺负一个麦鱼的。 麦鱼的被打得躺在了地上,一动不动,实在很可怜。 可是,那四个大汉仍然不停手。 他在边上看不下去了,就去理论。 结果一言不合,他们放了卖鱼的,动手要打他。 墨桂兰先挨了一拳,他不客气了,抄起一根扁弹,把四个人打翻载的。 围观者水泄不通,四个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跪的求饶。 全面抗战爆发后,四十多岁的莫桂兰置身移居香港。 在黄飞鸿顾骄的帮助下,于湾仔飞铃明道创设黄飞鸿国树社,传授红拳。 刚来香港时,他有天在街上走着,迎面过来一个高大的外籍水兵。 那水兵堵住了路,对他轻薄无礼,动手动脚,他劝说不住,从下盘打出一拳。 铁塔一般的外籍水兵弯腰倒地,动弹不得, 他则不慌不忙地离开。 莫桂兰在香港,全凭跌打医术和教授红拳为生。 1949年,在他支持下,香港著名导演胡鹏拍摄了电影《黄飞鸿之编锋灭竹》。 结果,票房大卖,胡鹏导演一口气把这个系列延续了几十部。 无数家黄飞鸿的荧幕形象从此深入人心。 莫桂兰担任了这个系列电影的舞址,甚至还常常亲自出马。 在系列电影中客串了不少角色。 莫桂兰在1960年代以后,感到了很多的落寞。 彼时,香港经济开始起飞。 普通百姓生活吃紧,加上楼市又暴涨。 人们的注意力全然投向发展经济,很少有人平心静气地去钻研国术。 香港习武的气氛跌落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潮。 即便这样,他有时还会去修盾球场从事慈善表演。 以后,他把黄飞鸿国术社搬到了轩尼诗路157号的二楼上。 到90岁那年,在人们的劝说下,莫桂兰关闭国术社。 从此,结束了他治病交权的全部业务。 晚年的他,无儿无女,生活拮据,日常就靠徒子徒孙接济照拂。 1982年11月3日,91岁莫桂兰孤独地病逝于香港寓所。 去世时,身边无人陪伴。 几天前,他的爱徒准备送他去老人院,刚刚办好了申请手续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